又來到拆解經濟的時間 繼續有我運水在 在我身邊是有阿健的海外港人投資的阿健 阿健你好 大家好 首先亦都是說回循例少少的說話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我們亦都是本身commit了 會派利是派到二月尾 但是我看到派完禮事之後 大家錄完禮事就走了 我也想大家可以留言和分享 如果反應不是那麼好的話 我的同事都在研究中 不如剪掉了 反正二月只剩下幾天 就提早剪掉這個服務 我自己就在想 希望大家拿禮事之外 都叫做 撕寫一下你們的留言和分享給我 亦都按一按訂閱的鈴鐺 如果那個反應太差的話 索性剪掉就算了 同一時間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 youtube80元的會員優惠 你可以在一個會員環節內 瘋狂問我們問題 亦都可以任意在我們每一條影片的留言 去留下你的問題 所以就善用這個服務 你問我們幾多條問題 我們就回答你幾多條問題 我們那個做法一向都是這樣 還有我們亦都有個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時間亦都放在我們影片的 comments的地方和caption的地方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影片是不錯 或者亦都希望可以打上一下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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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就是現在的市況 開始有少少少逆轉 就是無論是crypto 還是港股 美股都好 都開始有一個逆轉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有一些 資產管理的需求 尤其是現在開始 有一種風向是吹進減息 變相你將這些錢 擺在這個銀行做定期 就未必是這麼好的一個做法 因為減息你的定期收入 亦都會下降 同一時間 股票或者資產市場 亦都慢慢有些暢亡的跡象 美股、crypto或者港股都好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資產管理 是有一個需求的話 亦都歡迎去找阿健 阿健的聯絡方法 亦都放在caption 有個google link 亦都在comment那裏有個google link 大家亦都可以填上 那張google link的form 就交給你的那個content 你的content 是會直接被阿健去知道 你們倆自己去聯絡 我自己都非常滿意阿健的服務 都覺得不錯 如果無論你是香港人也好 或者海外的港人也好 任何朋友也好 其實只要你有一個資產管理的需求 都可以找阿健 就不單止只是在香港 所以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亦都開始回到我們想講的一些話題 交給阿健去講一下我們今天有些什麼話題 開始入手去講 首先跟大家講一講 關於恆大清盤人考慮 起訴恆大前核措施這個話題 先 中國恆大在上個月 就在香港被班令破產 有消息指 莫偉因為恆大清盤人的安曼顧問 兩位董事總經理 曾經跟至少兩間的律師刊討論 考慮是否對中國恆大前核措施 壹科之一的羅賓賢永度PWC提出訴訟 PWC曾經長期出入中國恆大和系內塞事公司的核措施 直至到2023年年初就應公司的建議辭任 參考恆大的通稿 最後一份由PWC審計的恆大連報 就是2020年度的財報 恆大21至22年的財報 就由另一個核措施 上回帕城去審計 那消息說雖然安曼顧問曾經跟律師 是商討過PWC潛在訴訟的事 但有關討論仍然是在早期的階段 不代表清盤人已經發現證據 可以證明PWC有不度的行為 我認為近年起訴 核措施已經成為一個常態 這也是權人收回款項的方法之一 而至於香港最大的賠償案件 就是2009年的艾佳案 押佳被爆造假數之後 清盤人就向核措施 香港安曼就索償4億美金 最終安曼選擇和解 而市存和解的金額是高達2億美金 所以我就相信 恆大清盤人都希望看看 可不可以透過核措 起訴核措施這個方法 去收回多點錢回來 沒錯 你剛才說的這條橋 就是我全香港獨家分析恆大的時候 真的講到一些技術步伐 因為這些技術的部分 為何這麼少人聽得到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聽這些 這麼硬碟的技術 大家一講起恆大 都是只有幾個先入為主的印象 就是恆大爆煲 負可敵國負數的負 然後中國經濟就完結 很多人都是很想聽到 中國經濟玩完的這個結論 然後當恆大爆煲的時候 為了迎合中國玩完 中國糟糕 或者香港都跟著會糟糕的這個結論 就先入為主地 都是會從這個方向去看這件事 但是恆大作為一個萬億的帝國 它就這樣爆煲不會就這樣 只是跟中國經濟玩完 又或者是中國的信貸方針有問題有改變 這麼簡單可以說得到 所以我就從一些很刁鑽的角度 去說回這件事就是 清盤人會怎樣去做這件事 結果全香港只有我一個講到 就是清盤人非常大機會 是會研究一下怎樣去告核數師 這件事無論是我們這個拆解經濟的節目裡面 或者我和白兵的水月金融裡面 甚至我的Patreon Forture Insign Prime D的產品 都有講到這些技術部份 然後當我一提這個項目 我自己收到很多的PM 都是來自一些會計師、律師、朋友 都跟我去做一些技術上的探討 其實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那個清盤人 他接一單清盤的工作 那單清盤的工作 其實你不會賺到很多錢 因為本身公司要進入清盤的時候 那盤數一定是爛了 財務極度不健康 也許是資筆抵債 又或者是規通了公款 又或者是錢不知不易而非 一定是極差的 如果你做這些清盤工作的時候 你賺到的錢一定有限 但是如果你在清盤的過程裡面 你找到上一手或者上幾手 這次行李這個Case是上上手 你找到上一手或者上幾手 原來在核數的時候 是有一些會計上面的專業失德 又或者是誤導了投資者的話 這樣就可以搞得很大 這個概念就是在於 你是可以透過這件事去告核數師 然後核數師會請一件事 就是我和你去對博公堂 這些通常上high card 大家鬥銷錢 如果銷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除了你剛才說的09年的Case之外 其實很多的Case都是勝數的 因為去到最後 你這間公司去玩完的時候 通常會計師一定有些甩漏 你就算甩漏有多小也好 都叫甩漏 你撿住那個甩漏 你是可以發達來講的 結果你就逼到和會計師去對博公堂 那條條就是在於 對博公堂其實是大家都不想玩的遊戲 無論是被告人的還是被告的 都是的 因為你就變成是益了律師 但大家不會一次就不斷燒幾百萬 不斷燒幾百萬 好意思的 去到最後 最好的結果 在於那個稱款人的角度 就是逼他庭外和解 只要庭外和解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個Case 你初初你是獅子開大口 因為你開天散假落地華錢 你告人的時候 你當然是拿了四億美金出來講 但到最後 有一兩億美金 你都叫做Agree 其實你想一下 你那個賠償額是剪了一半的 但兩億美金 都是很多的 而那兩億美金 就是在於 你可以逼迫那個人 平外和解 去賺取那些費用 然後調到一個核數師來講 他沒有辦法 他硬吃了 但他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 Some Cost is Son 就是發生了的事情 就是發生了 你是在望著 你未來抉擇的機會成本 如果打到最後 他既要輸律師費 以及根據以前的案例 很大機會都是會輸的 結果他是傷失了 第二件事 如果他跟你和解 他可以保住自己的牌子 不用再有更多的起訴 他亦會令自己 可以繼續在香港運行生意 如果你真的打到某個位置 發現他有專業會計上的失德 然後再有誤導投資者的成份 你很大機會會影響 他那個核數師的牌子 在未來的Renewful裡面 一定會被別人拿來參考 現在就是AFRC 會計財務局 會計財務局一定會拿來參考 會研究再不再批評給你 一到這個階段 你只是說 單止沒有了和解的金額 你沒有了你未來一系列的生意 B4 你真的在香港 一年都不知道做了幾多 百家公司 你突然沒有了幾百家公司的生意 所以這個逼他上去和解桌上面 去談和解金 就是現在清盤人常用的一個做法 這個概念 你會發現你聽很多YouTuber 或者聽很多Podcast的人 或者看文事上面 你見不到人說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喜歡聽的 就是說香港霸佈 或者中國霸佈 我不是不懂得說這些 我都會說 但我覺得你分析這麼複雜的案件 除了那些好像喊口號式的 香港霸佈 中國霸佈之外 是不是應該有多些技術性的subsid 可以分析在裡面呢 結果就是我是 獨家第一個講這個observation 現在的確清盤的那班人 都是在研究這個方案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一個地方 剛才也聽到你說 就是起訴核數試這個方法 很大機會都是成數 其實我想說一下關於 就是Litigation Funding 訴訟資金這一方面的話題 港產對沖基金 Argai Street Management ASM 近年都大搞這個訴訟資金 就靠追擊這個實質的核數師 獲取賠償 假如核數師在核數的過程中 是有疏忽 令到公司資產受到損害 清盤人是可以透過民事索償 去追回賠償的 而由於多數的公司 在進入清盤的程序 副房都已經接運乾堂了 想告核數師都不夠錢的時候 而清盤人也都不會自己暗和拋 幫清盤公司打官司 就會找訴訟的資金 而ASM之前接受專訟的時候 都表示他們從2015年開始 就搞訴訟資金 每單投入的資金 通常是300至700萬美金 每一單的利潤最少都是一倍 另外選訴訟對象也有學問 因為小的核數師有機會輸了 官司都是沒有錢賠 所以ASM採取的策略都是有大吃大 因為大些的會計師行 就會有專業離常保險 當出事後 保險公司會有一定壓度的保險 另外有聲望的核數師知道 在審計的過程中 如果程序是有不足夠的地方 亦都會希望早點和解 為了避免影響的聲譽 多數都會賠錢識事令人 講到Algo Street Management 這裡可以多說一些 因為Algo Street Management 和我都是好朋友 由director到fundmanager 我基本上都認識了一些挺有趣的朋友 我們間中都會一期一會 上一次真的一個禮拜前不夠 就是剛好Algo Street Management 其中一個director Akin Kin Chen 他為了我吃個早餐 我當然去赴藥 大家去聊聊天 他很聰明 亦是非常有國際觀的一個人 他講了一段時間 對國際社會的看法之後 我都針對著避免影響 都有問一下他一些知識 他對我說 就是現在在亞洲社會裡 最容易做到避免影響的地方 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香港 第二個就是新加坡 我想如果是 玩開一個圈的人 其實都是看著這兩個地方去做的 原因當然是在行普通法制 所以你要做一些起訴 相對都是容易的 而香港呢 譬如剛才一提到 分敵這些基礎 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看 那些政府的法律教育宣傳片都說 如果你去告人 然後有一個人給你錢 然後你告得成 之後呢 他去分回你那個賠償金額的一部分 這一樣是犯法 因為叫做包攬訴訟 包攬訴訟在香港是不合法的 而為什麼這種侵犯資金 它又可以沒有包攬訴訟的情況呢 原因就是在於原來清款人 是不在此裂的 就是如果譬如當我們是正常的自然人 或者當我們是代表一個法人代表 去告某一間公司 然後我們問別人去拿分力去告 然後告完之後去分賠償的話 就不會我們全部都會犯法的 也都犯法上面是不約他 但是清本人是不在此裂的 換言之呢 清本人他自己拿不到錢不要緊 他可以問金主拿錢 或者問一些有興趣的單位 基金公司 那些貸款的機構去拿錢 然後就去告的 這些是清本人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他在那個conversation裡面 都說了很多的內幕 如果大家對那些內幕有興趣的話 可能真的要訂閱我的patreon youtube 因為這個部分就無謂說這麼多 很商業很核心的說法 他都說得很有趣 譬如現在造成最出名的就是Derek Lai 就是Deloy的那個人 他就很有趣 譬如商業世界就是這樣 我可以想像得到 那個真正中環的商業世界就是 他們有一宗案件 就是兩個人準備要對博公堂 就是大家是仇敵 但可能說完那宗案件之後 半個小時之後就是 其實我也有另一宗案件 也想找資料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半個小時之前 大家就可能是一個面口 就是在法律上 各自有一個爭執 或者potential的一個爭執 但半個小時之後 原來有一些這樣的生意 大家由一個敵人的關係 在另一宗案件的層面 又可能變成一個盲友的關係 這就真的很商業世界的那樣東西 譬如你在拼購上面 以前現在少很多 以前可能會有些敵意收購 又或者是等等的做法 那兩個派對本身 都是大家打架的 但是一去到有錢賺 去到有生意去做的時候 兩個派對又可以合作 這個就真的很商業世界 一些有趣的地方 所以 禁止資金這個概念 就很少人去講 基本上沒有人講 我都算是第一個講 在恆大這個案件上講 但是亦都要記住 你剛才說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 他要告的核數師 一定是要大粒的 很簡單 就是 你告那個小粒的核數師 譬如 上一次 為什麼現在的清盤人 他是要研究去告PWC 不是要告上匯帕城 因為上匯帕城 我沒有記住 就是CCFF 裡面其中兩個人 就跳了出來 再自己開一間公司去做 都是那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虧本生意沒有人做 殺土生意有人做 在恆大這個案件上 一定是一個 risk and reward 的遊戲 就是 你能夠付出多少的錢 你能夠拿到多少的 risk 你就可以接到這單單單 Big 4為什麼不接的原因 或者為什麼 上一任的Big 4要遲任 原因就是 他一定是看到一些 他不想讓人來 之後 litigation funding 或者也不想讓 AFRC去看著 或者會計財務局 就是會計財務局 會計財務局 就是一個專門看著會計師 和會計師留意的一個機構 很大權的 以前沒有那麼大權 現在大權了很多 原因就是一些政治原因 就是香港會計師公會 HK ICPA 拿了很多的權力 就現在變成了 政府的一個監管機構 類似就是 你管證券有證監 管銀行有金管局 你管保險有保監局 現在你管會計師 就有會計財務局 類似這樣的概念 變相 如果你一接這些 一有瑕疵 不僅是會被人去搞你 Litigation funding 其實都是一個文字的訴訟 但你也有機會 會進入了 Criminal 就是 AFRC 他可能會搞你 所以這就是 為何 PWC 會跳槽的原因 然後就找了一間 相對地明不見經傳的行李 就是 明不見經傳的行李 就是 你是作為清盤人 你控告他都沒用 一來你拿不到錢 第二就是 我不做了 我直接移民 現在很多人都輕移民 還有這種 搞專業會計師 或者搞專業派對的做法 是全世界都在行的 譬如恆大 就有告清盤人 不是 清盤人 告核數師 或者是 找Litigation funding 去潛助 去告這些人的做法 在美國也有 美國現在就是FTX 剛剛進入清盤 因為是霸裂波 然後FTX 他背後 去幫忙做清盤的律師 現在就被FTX的股東說 原來你這個律師樓 其實你之前都幫FTX做過法律顧問 所以我現在就要告你 因為你有私商授受 有這個conflict of interest 然後就告他們 其實那條橋也是一樣的 就是集體訴訟這間的律師樓 他們都知道 原理就是在於 你逼那個律師樓 跟你在一個談判桌上和解 然後得到和解金 這就是那些 的FTX小股東正在做的那條橋 就是 有時候你在那宗交易上 你拿不到利益 因為那間公司死了 FTX又死了 恆大又死了 但是 跟他相關的那個專業派對 或者是會計師或者是律師 他們還是疼愛自己的牌 如果你逼到他的談判桌上 去談和解的話 你就可以再拿多一分利益 當然跟你輸了的錢 是不能計算的 因為你輸了就已經輸了 譬如你投資恆大 你沒有整份本金 但是如果你可以拿到幾百萬 又博到幾千萬 你是輸少了 就會有人去計算這些數 都是一個直播率的遊戲 所以就是 股金中外 都是在玩的 就是 一去到清盤的交易 你第一件事 不是在想怎樣救一間公司 你是在想怎樣去搞那些專業派對 因為你搞那些專業派對 都收不回本金 但起碼你會輸少一點 那些人是在計算這件事 所以接下來你會發覺 很多個個案都是這樣行 就是因為EARNGO經濟不好 資本市場不好 很多公司都爆布 你爆布那些公司 你要再拿出去 剩下的成員間證 你拿不到 它都爆了 你只能夠想一下 有沒有機會從那些專業派對 去落手 而那個專業派對 的牌子是貴的 是值錢的 他們為了保住那些牌子 就會被迫可能和你 去做某程度上的妥協 這個就是整條大橋 是的 除了可能起訴恆大前特措施之外 就安曼顧問 接下來也有機會重組恆大 因為之前中國恆大被斑令破產的時候 安曼顧問就表示他們會全力 令到恆大的業務持續運作 增加債權人還款的機會 他們又說在清盤框架之內 也會考慮任何可能的重組方案 所以除了起訴核措施之外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安曼顧問 接下來在這場清盤工房戰 會出什麼招數 我自己就覺得 要拿到一個好的重組方案 都是難的 因為這間公司的 穿了的洞是太大 但是 因為這個清盤人 它正在代表债權人的利益 難做都是要做的 但是你說 要找到一個很妥善的 重組方案 我覺得都是難的 因為他們走上清盤之路之前 其實當然 香港的法律體制 都有給一個機會 恆大 叫恆大裡面拿一個 的清盤方案 恆大自己也拿不到 所以這次由債權人 開始 或者他們去提出的 清盤方案 我覺得 其實都可能是難得到的 但是 做都要做 你不做的話就輸了 你做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 可以拿回一食兩食 所以到時拭目以待 我覺得 要做重組其中難的地方 就是 到底有哪些 insolvance的資產 他們可以掌握得到 因為 現在 在整個 中華大地裡面 香港就說 斑令恆大清盤而已 但是 能夠會 接受香港 清盤令的 jurisdiction 不是很多 所以 變相 你能夠可以 真的拿著 香港那張 court order 然後去 清別人的資產 那個數量 都是有限 因為有一些的 成事 是不用聽你 香港的 法庭的 清盤令 他是不需要 幫你執行 我們也沒有 那些 就是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或者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 人家可以不用打安置 執行香港的 法庭命令 變相 我想這個是其中 一個清盤上的分難 但是 Anyway 我們到時再拭目 一點 再到時和大家探討 一些更加有趣的 題目